《財經》 財經各位 投資百位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廷 歡迎在每周末 與我們一起共進財富大餐 經歷了5月近一個月的低迷 本週的A股市場 似乎是出現了轉機 本週初上任指數 一根光頭的大洋線 讓不少投資者是重新興奮起來 而此前連續淨流出的 北上資金呢 也在本週出現了 大幅回流的動作 一系列的政策利好 也在不斷地提振市場的信心 那麼在多重利好之下 A股能否就此走出一波 像樣的反彈行情呢 對於投資者來說 如何來把握其中的操作機會呢 本期的節目 我們就將和您一起來探討 進入到今天的財經風味 財經風味 投資百味 大家好 我是北風偉 歡迎大家每週末 與我們共進財富大餐 我們將使您的投資 像烹飪一樣有趣 讓財富充斥您的味蕾 同時我們的節目 在一財有看透平臺 在我的互動平臺上同步播出 歡迎大家每週末 給我們更多的好的建議 兩週沒有與大家見面了 本期呢我們要聊聊 截後的市場 截後其實還是有很多東西 可以聊的 我們想通過截後 關於北上資金呢 大量的一些政策的講話呀 可以給大家一個脈絡 到底市場有沒有突破 到底市場2800多點 是不是一個底部 我們來做一個 好好的剖析 跟我一起進入 本期的財富大餐 截後市場啊 應該說是給了大家 一點點的驚喜 我想在截前這樣的走勢之下 沒有多少人能夠想到 截後本週能夠有一根大陽線 雖然大陽線之後的持續性 也不怎麼樣 我們覺得好像市場 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一些 微妙的變化 所以今天我們把 在本週出現的一些事件 做一些剖析 一開始我想我們 先把技術上的東西 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 綜合的一個分析 老元先來吧 我看你帶來兩張圖 對 兩張圖 上面一張圖實際上 從技術的一個角度 是分析了下 從2440點漲到3288點 總共是用了61個交易 漲了848點 對 假如從黃金分割的 一個角度來說 其實強勢黃金分割位 早就跌破了 是5月份開盤第一天 就把它跌破了 2964點 對吧 對 那麼它的一個半分位 是2864 對 弱勢黃金分割位 是在2764 對 所以從目前的一個下跌 到節前最後一個交易日 從跌幅的一個角度來看 已經差不多了 從時間週期上來說 剛才說上漲是用了61個交易日 對 下跌41個交易日 正好是2 3分之2的一個位置 那時間其實也蠻長 所以我們在這個節日期間 做出了一個分析 要跟投資者做交流的時候 對 我認為在這個位置 直接出反彈也可以 跌下去 補缺口再做反彈更好 對 是優選項 最後呢 我們看到第一天 就開始出現了一個上漲 對 那麼這個上漲呢 來是來了 這個我們感覺呢 因為沒有跌下去 直接就反彈了 對 空間不大 很多人沒買到 一方面沒買到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最後絕望的 這個這部分沒有出來 對 所以使得這個市場反彈以後呢 上面面臨的壓力比較大 對 我們下面這張圖呢 我們可以看到 在3月份上漲的一個過程當中 對 堆積了大概8萬億不到 7.99萬億的 大概位置在3100點左右 3,050點 它的一個中樞值 對 你說的這個中樞的值 就是3,050點左右 對 那麼這個呢 就造成了未來上漲呢 這個位置 肯定壓力是很大 它成為了一個解套盤 對 但是下方呢 說5月份以來 到節前最後一個交易日 我們統計的 這個籌碼是5.2萬億 那換句話說 這個5.2萬億 因為沒有出現一個 恐慌盤殺跌啊 所以造成 這個現在拉起來的一個阻力 跟它籌碼的一個位置是一樣的 沒有優勢 所以它沒法在這個位置 是做拉回騰挪的一個動作 所以一旦上去補缺的話 就面臨上方套欄盤 變成解套盤 對 下方呢 這個也是啊 就變成盈利盤 所以兩個盤一加機啊 所以我覺得 暫時這個缺口的位置 也許能碰 但是要想全部補去 很難 我理解老元的意思了 我的這個題外之一 我聽出來的意思是 要麼就是要破 先破讓很多人出來 出來以後再上 那就一身輕了 那還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要慢慢慢慢的 去耗著7.9萬元的重 每一次碰到再下來 碰到再下來 也同時把下方的 5.2萬億的一個籌碼往上移 這也符合我們經常說的 空間與時間 你不能兩者間距 對吧 你先有空間了 那麼時間就短一點 沒有空間 時間就要長一點 大家我覺得這個分析 還是非常透徹的 我們做一個參考 另外呢 本週我們不得不說 一股資金 就是北上資金 北上資金在5月份 去是580幾億的流出 對 這是大概近一年來的 最大的單月流出量 就在所有人都覺得 他們還會流的情況下 突然間來了 連續好像七八個交易日 對 接近280 890億的量 突然間殺回來了 這個回馬槍有點措手不及 小吳對北上資金 我們叫歸去來 這一塊 怎麼說法這一塊 其實它的回來 其實也和整個的 一個外圍市場的一個反彈 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另外的話 其實這次外資和內資的 這樣一個對手盤 還是蠻有意思的 因為在他們流出的過程當中 是大量的拋出 那些所謂的消費品種 但是被內資大量的接走 所以我們看到 在這一段行情過程當中 消費品種 那些核心資產沒有怎麼跌 結果他們回來之後 那些核心資產 都接近了歷史高點 包括調味品 包括白酒 很厲害的調味品 所以現在市場的結構 確實和過去不一樣了 內資也在越來越 他們內資做的事情 越來越趨同於外資 所以外資流出 那些核心資產沒怎麼跌 結果外資回來的時候 核心資產又往上拔了一段 對 在5月份的調整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特點 就是如果光是北上資金流出 一天二三十個億 指數跌幅不大 如果你看到指數跌幅很大 你當天再去看 兩榮的殺傷力也很重 一天五十個億 所以北上資金流出二三十個億 疊加當天兩榮的五十個億 這兩個都是一箱加 指數當天都是五十個年以上的跌幅 這兩個疊加是有一點 一個我說北上資金 它主要是白馬籃籌 對 所以如果它流出 那白馬籃籌的日子不會好過 對 五零三百 對指數來說影響比較大 然後如果兩榮也是流出 它主要影響的是活躍的 這部分股票 對 對人氣上上比較大 對 所以這兩個如果疊加的話 自然指數就不會好看 非常的慘淡 兩榮剛才老遠已經提到了 小巫怎麼看 兩榮現在關鍵是 我對它的這個上限 我有點敏感 因為這一波兩榮最高是9800億 現在是回落到9000多少億 那麼現在的兩榮最高的 5178點我記得是23000億 很多人說空間很大 但23000億的時候 我們的保證金餘額是32000億 就散戶當時有3萬多億 借了2萬多億 現在我們的保證金餘額 是不公佈 但我看到有部分的券商的數據 說是1.4到1.5萬億 如果是1.5萬億的話 1萬億也很厲害了 1.5萬億的錢要借了1萬億 所以小巫怎麼看 其實兩榮短期對於市場來說 它會有一個助漲助跌 這一定是 另外一邊我們要看到的 其實兩榮我們應該 打一個更長的一個格局 去看這樣一個兩榮數據 因為這次我們看到 新的這樣一個政經會主席 出來的一個講話當中就提到 現在整個市場的一個槓桿率 相對於最高點 去掉80了 對 去掉80了 所以這其實 給我個人的感覺來說 整個A股層面 未來加槓桿的空間 是比較大的 如果未來中國的這樣一個經濟 想要在整個結構性轉型當中 不斷脫穎而出的話 形成突破的話 其實整個金融市場的一個繁榮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之下 其實現在又是正好處在 整個股市槓桿率比較低的 這樣一個位置 因為畢竟已經經過了 四年的這樣一個 股市的去槓桿 所以中長期其實空間比較大 所以更多把目光 放在一些相對中長遠的 這樣一個事情上 所以從個人投資者來看 我們叫中大戶的 50萬以上的 可以建兩融的 現在確實槓桿率也比較低 當然我們在這裡 不鼓勵大家加槓桿 但是如果你是 比較長期的角度來看 這批資金慢慢慢慢 它往上再增加一些的概率 也是比較高的 那我們本週還有很多事 我們第三個要說的 當然是央行 央行在上週末有一個講話 講話裡面很重要的一句話說 我們對整個的工具箱子裡面 有充足的信心 這句話很多人說是 本週大漲的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給了市場一顆定心丸 再疊加到上週 美國那邊又突然之間 好像在貨幣政策上 出了一個很大的180度的轉彎 我們看到全球其他地方都降息 大家就俯響連篇 再是我們的央行說 工具箱子很多 降息還是降卷 大家好像都等著 嗷嗷待哺的樣子 老袁怎麼看 確實 實際上本週開始的一個行情 我覺得跟去年10月份 從政策環境 從基本面的一個角度來說 有相似的地方 因為去年10月份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 不斷有高層領導 一行兩會加上甚至副總理 都出來對金融市場喊話 那於是我們看到2449點 能成為政策底的一個行情 起來一波 到今年1月份的時候 2440點再起來 那麼這次我們可以看到在節前 包括節日的最後一個休息日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也是一行兩會都出來說過 甚至在本週的第一個交易日 我們看到大陽線出來的時候 不就是拿出了一個小的工具 一個寶貝嗎 對 那市場啪一下子起來 所以我覺得目前情況下 環境有點類似 而且從本週公佈的一些經濟數據來看 你說差吧 我覺得不是很差 老元正好說到這裡 那我就提問了 我們後台我互動平台上有很多的人問 你們都說這個要有貨幣動作了 對 說和去年年底很像 我現在提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個人投資者問的 2.7的CPI CPI可是高了 符合預期 你覺得符合 因為實際上從統計局披露數據的時候 也說了 市場原來預計就是本月是2.7 符合預期 同時我們發現 這次2.7什麼造成的呢 鮮菜水果加上肉類 但是從6月份開始 大家都知道水果供應量充足了 水果的價格開始回落了 蔬菜的價格也開始回落 肉類 這個豬肉的一個價格 儘管沒有看到有大的一個回落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習慣就是進入6月份 天氣開始熱了 要吃清淡的東西了 所以我覺得確實 有部分投言說 今年這個2.7 可能已經是CPI的一個最高點 我不是最認同 但是我覺得 近階段CPI的高點 可能已經出現 老元這個說法來看 6 7月份反而是一個比較好的 動用貨幣工具箱的之間 我覺得有可能如果7月份 看到CPI的數據平穩 我們也不要急它大件 平穩的話 可能就是一個動用 如果是這樣的話 市場會有個預期 小吳怎麼看 其實工具箱這三個字 我認為非常重要 工具箱 對 工具箱這三個字非常重要 它的一個潛台詞就是 辦法總比困難都 這次我們看到使用了一個 是整個財政體系當中 專項債這一塊 其實專項債的一個潛台詞 是什麼呢 它到9月份 要把今年的專項債 都給發放完 也就意味著未來 因為專項債 它是要納入到整個的 這樣一個設容數據環節的 也就是說 6到9月份的設容數據 會變得比較漂亮 如果再疊加到央行這時候 再動用工具箱裡面 什麼樣的一些工具 其實整體的一個 相對寬鬆的一個環境 又再次做了這樣一個營造 今天我們的這個財富打算 聊了很多啊 我想最後大概達成一個預期 就是在2800點這一線 無論未來破不破 這個位置應該好像是蠻舒服的 向上呢 老元剛才給了我們一個 很重要的數據啊 3050點7.99萬億啊 那麼大的馬蜂窩 不會一次性過的啊 我覺得過了以後也要回來 我們希望用不同的方式去過 當然從操作上來看 可能很多股票和行業 青州已過萬重山 所以在操作上 你可以略微的清點指數啊 2800 9百點不用太擔心 對行業上可以跟隨北上 也可以做點淒慘 我希望這樣的一個操作 可能是在未來的一兩個月 最有幫助 本期的財富大餐先到這 我們接下來進入風味性鄉 更多的做一些互動的問答 好 進入本期的風味性鄉 由於時間比較長啊 所以有很多的互動問題 我們摘取了一些 我覺得比較有貢獻的做一些解答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5G 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5G發牌了 其實這也是本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好像比預期的要早了幾個月啊 那麼相關的這些行業的機會 是見光死呢 還是可以進一步的去加大投入呢 小吳這一塊本來就比較熟了 其實未來市場 我認為主供5G的方向 可能會發生比較大的一個變化 這次我們看到牌照落地那個時間點 其實當時是有點見光死的 這樣一個味道 4G好像我看到一篇文章說 4G當時是見光死的 就很多股票是衝動 這次是見光暈吧 暈了一天 暈了一天 對 暈了那麼一天 這一段它主炒作的是 在整個5G建設前端的那一個部分 就是包括類似於國外科技啊 被通心啊 這樣一些品種 它們其實是在整個5G建設當中 最前置的那一個環節 所以它們是 率先得到市場資金的一個關注 但這一部分資金是短線資金 如果要對機構資金形成 非常大的一個吸引力的話 我認為5G更大的空間 更廣闊的空間 還是在5G的應用環節 因為應用當中 我們能想出非常多的品種 包括ARBR 包括車聯網 無人駕駛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最火熱的一個 叫雲視頻 雲通信 這樣的一個環節 現在如果大家要把目光 進行一個聚焦 短線要和中長期 進行這樣一個結合的話 其實雲視頻是現在 整個機構投資者 最看重的這樣一個重點 就是原來的這樣一個視頻 會上癮的這樣一個過程 如果再疊加未來的這樣一個5G 它的想像空間會非常大 這當中類似於夢網 類似於263 類似於會唱 類似於藝聯 這樣一批品種 其實在整個市場當中 它們是顯得非常強勢的 所以如果要看的話 雲視頻 豪文是現在 整個市場科技當中的一股 非常重要的一個潮流 正好小巫說到這個 那麼本期我這邊做的 《鹽爆點經》裡面 我們說的《新科技》裡面 也特地說到了這個雲計算 不過這裡面的很多公司 應該說在投入期的很多 所以利潤可能爆發點上 依次不同 所以大家要關注它的這個業績的情況 那麼還有投資者呢 主要是問的 剛剛提到的專項債 和這一週的數據 因為這一次的專項債 它帶動了盤面之中 至少有一天的時間 就是很多基建的股票 突然之間漲漸 對 那麼再疊加後面的這個數據出來 很多投資者 因為這一塊專業性不夠 想要做一些解讀 老闆幫他們解讀一下 好的實際上 這次專項債出來 我們剛才已經提到了 是工具箱當中的一個品種 對 那麼這次當中呢 提到了一點 這個專項債呢 可以部分這個 作為資本金 對 可以作為資本金來記錄 對 那麼這樣的話呢 可以撬動一部分 社會的一個資金 對 當然儘管說大家覺得 好像基建類的 現在撬動社會的一個資金 一個能力會下降 但我覺得還是會有 這方面的一個作用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這一次的這個作用的話 我覺得是長遠的 而不是什麼一天 一天只是因為這個由頭 市場有一個爆發的機會 對 那麼此外呢 本週還公佈了許多這個數據 包括什麼 剛才CPR說過了 PPR呢 裡面我覺得是大家要注意的 PPR裡面呢 有一點 這一次呢是 同比是0.6 對 但是環比呢 不要忘了它增長了0.2 而這個 這些企業上有採購的 是跟前一個月是持平的 那換句話說 也就是說 企業我生產了一個產品以後 我對下游有溢價能力 我願意提價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的話 那我覺得5月份的一個數據 可能要比前面幾個月的一個數據 可能有微幅的一個增長 那麼這個我們要等待下一個月 這個公佈相應的一些數據 再來看 老元的這個數據解讀還是非常好的 我也給大家做個補充 從這一次的整個收容的信貸的數據來看 居民的這個貸款是有所上升的 企業的貸款呢是短期上升 長期偏弱 大家可以想像啊 就是大家好像有點想要開始拿一些貨 做一些生意 但是好像對長期呢又有點吃不準 所以這個時候我想其實是很需要政策上 給予信心上的支持 所以這一次包括專項債的很多時機 我覺得選擇上還是非常好的 可能對三季度會有比較好的 起穩回升的情況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也這個專門給大家了一個福利 在我的互動平台上 大家回覆關鍵詞新基建 我們把基建的相關的一張表給大家 這個裡面的許多公司呢 是重點的做基建的企業 那麼在這次專項債裡面 應該這類企業是更受益一些 當然短期漲上去了以後不要追 中長期的做些關注 我這裡的互動呢 大家問的更多的是中報 特別是對最近 漲幅很好的消費品裡面的食品 特別是問到了海天啊 恆順畜業 那我簡單的看了一下中報的預期 從今年中報的預期來看 整個增速可能不會太好 那我們大概選了啊 可能比較確定的就是消費品 所以我認為這類品種目前的估值 是不便宜的 比如說海天物業 但是我建議很多投資者 如果已經持有的人 我建議你繼續持有 持有到什麼時候呢 持有到中報披露 一般這類企業的上漲 它會有一個漂亮的Ending 這個Ending往往是有業績發展 所以我相信海天物業也好 等等也好 它可能在這一輪的上漲裡面 最後是有一個業績的大幅度的上升 等到業績曝光的時候 你可以逢高做一個波段 我們的建議僅供參考 本期的風味形象就到這裡 好 進入本期的《邊學邊轉》 在上一期呢 我們跟大家教了什麼 在高位震盪的時候 如何發現主力的撤退意圖 那麼本期呢 我們來說一個盤中更敏感的 我們常稱的叫釣魚線 釣魚線是指盤中出現 突然的連續大的賣單 上百手的 幾百手的大賣單 股價無抵抗的迅速下跌 一般出現在大漲後的高位區域 顯示籌碼的鬆動 有主力不計成本的離場 股價在這裡突然之間出現 直線的下滑 像一根釣魚線一樣的下來 這種情況一旦出現 說明盤中至少多個主力裡面 有一兩個可能先於其他主力 不計成本的撤退 出現該現象以後要高度的警惕 及時兌現 我們來看幾個關鍵點 第一 釣魚線出現時 股價是否經歷了明顯的 短期的快速上漲 有時候釣魚線在低位也會出現 它更多的顯示了主力一種試盤 看看打下去有沒有人跟 所以高低位是最關鍵的 第二 股價跳水後 往往在低位窄幅震盪 這個釣魚線趴下來以後 在低位震盪 如魚耳誘人 但無論怎麼震盪 你會發現它很無力 所以這個時候 一個股價比如突然之間 跌了7% 8%甚至10%的時候 不跌停 它在低位反覆震盪 你不要急於去補倉 很多個人投資者 會習慣性地去補倉 這個動作是做不得的 反而你應該及時地跟隨它離場 第三 股價在一瞬間失速 顯示了盤口很輕 有極大的莊股嫌疑 我們來看看實戰的案例 這是在今年年初 很有名的一個股票 我們不點名了 連續的大家看看 出現了大概十幾個漲停板 然後在高位震盪的過程裡面 有一天突然之間出現了這個走勢 在這個走勢之前 股價是震的3%以上 是紅盤3%以上 在短短的10秒鐘時間裡面 把股價打到了負的8% 半分鐘不到的時間 股價的震幅達到了10%以上 大家看這一段就叫釣魚線 很多個人投資者在這個位置 習慣性地去做補倉 這是要不得的 你反而應該跟隨它進行出局 大家可以看到 第二天的走勢 直接是低開5%以上 之後就是下滑 中間有過一次反彈 但也只不過到這個缺口附近 這種股票一旦出現這種走勢 其實要非常地小心 因為我剛才說了 這種股票有裝股的嫌疑 不計成本地賣出 有主力以10%的代價 打9折賣出股票 你要很小心 無論你輸贏 你都要急需地跟隨賣出 這是一個敏感性很高的一種圖形 一旦出現在高位 要非常地小心 本期的邊學邊賺就到這裡 好 本期的財經風味就到這兒了 我們聊了市場的很多 我想最近的這個市場呢 指數我們不期望它馬上高歌猛進 但我認為市場的操作機會和風險來看 要比5月份好很多了 本週還有一件事我們沒有談 科創板似乎力兵磨馬 馬上就要開了 我們在下一期的節目裡面 專門來談一談科創板開出來以後 到底要不要打心 要不要買基金 操作上到底怎麼樣 我們再來聊一聊 科創板似乎力兵磨馬